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粉丽莎 我是Eason 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在美国保守派里面 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事件 Steven Crowder 跟Daily Wire 发生了一些冲突 对 然后我知道你一直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追 是不是 对 我是追了好久好久了 好 那现在就请Eason 来给我们从头到尾把事件梳理一下 大概都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们都是谁 那Daily Wire 跟Steven Crowder 是我们的节目最 基本上最常看的影片 我们的新闻 基本上都是从这两个地方来的 还有Tim Cast 那这两个新闻台呢 最主要就是讲一些很保守派的思想 那Steven Crowder 也是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然后Daily Wire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 是现在主流的保守派的一个声音 那事情呢 开始是这个样子 Steven Crowder 跟Blaze TV 就是另外一个保守派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媒体公司 签了合约 在去年的8月的时候到期了 Steven Crowder 就开始找其他的这些电台 或者是就是媒体公司来去帮助他的这个频道 那Daily Wire 就是一个大牌的一个公司 就是他掌控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商业广告啊 还有各方面的 还有没有非常多的记者 每天会发出一堆新闻出来 我们新闻绝大多数都是从Daily Wire 来的 Steven Crowder 跟了很多间公司去发发说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那其中一家就是Daily Wire 然后Daily Wire的CEO Jeremy Boring 就发给了这个Steven Crowder一个Timesheet 四年嘛 为期四年 这样一个合作的算是意向书吧 那合约书里面就讲到就是说 你跟我们合作四年嘛 那这个四年它算是一个打包价 就是这四年我给你五千万 然后我们出的条件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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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一个输入 然后给他看 就是说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同不同意 那这两个这个开始吵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Steven Crowder 觉得说 这些东西太不公平了 就是看完那个条约他不满意了 对 然后因为他觉得说 既然我们都是保守派 然后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战友 那我们就不能依照 左派公司像说Facebook 然后还有YouTube这些内容 来限制保守派的声音 然后像说他觉得说 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讲出来是会被禁止的 被黄标 对对就被黄标 那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说他有一个被黄标 他就要减25% 然后在90天内如果不化解的话 让他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 Daily Wire 使用着左派这些规定来规定保守派 然后他觉得说这是不公平的 他的观点是 Daily Wire 竟然用着左派的这个规定 来限制保守派的频道可以说什么 这个不但是灭绝了保守派的声音 而且还是在帮助左派 让他们的这个平台继续扩大 那对于Daily Wire来讲 就是你就是要钱嘛 我们已经给了你5000万了 然后你还要这个样子 5000万养你们这25个人 你会觉得不够吗 你这养4年呢 对不对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然后Daily Wire的方向是觉得说 既然如果说你被demonetize了 如果说你在这个YouTube上面的收入减少了 那我们都必须要就是少赚一点嘛 对不对 就像说今天你的广告失去了 那你的收入变少 那我们的收入也变少 就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有损失的话 大家都损失 但是里面还有规定很多其他的东西 例如像说一定要接受某些广告商 你不可以随便都拒绝 就是你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广告 你就说这个公司不够右派 然后这个公司的这个理念跟我不同 我就直接拒绝 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广告商 然后你一定要在节目上面讲这些广告 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出这么多集的节目 你不可以说你想做就做 你想做就不做 那这些合约 Jeremy Boring在他的影片里面讲 都是好像很合理 你没有做出这些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不付你这些钱 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一件事嘛 那Steven Crowder就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是很flexible的 而且我们不一定是我们不出节目 可能我们出了但是马上被禁了 他举的例子就像说 那时候新冠肺炎的时候 YouTube就规定说 你们不能讲疫苗不好 那他就讲了疫苗不好 就他被封杀了 然后这个影片被删掉了 那这样的话广告就减少了 那Daily Wide的观点就是 如果说这个影片 如果说YouTube不允许的话 那就必须删掉 然后你的钱就会被扣掉 那这对Steven Crowder来讲就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觉得说虽然YouTube给这些规定 那这些规定是可以随时再变的 今天我们的最近这些影片 很多突然被谎标 突然就是被封锁 就说我们有一个community strike 因为我们的两年前在选举的时候 然后interview了一些人 现在YouTube说这些人不行了 那这个影片就被删掉了 那这就是一个YouTube strike 那对Steven Crowder来讲这就是很不公平 因为你等于是在帮助左派在打击保守派 然后Steven Crowder的想法是 现在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播放 像说Rumble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用的LBRY 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pay per view 一个接受订阅的 或是像说有人可以来支持我们 每个月付多少钱 多少钱给这个平台的 来去继续让这个平台运作 而不是说我们全部都要靠什么广告 这些东西来维持 让YouTube变得更有钱 让Google变得更有钱 然后来打压保守派 那Jeremy Boring这边 他也是觉得说 我们这样做是很平常的 很一般的 每个公司都是这个样子 每个公司 每个媒体公司都是这个样子运作 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些 应得的东西得到的话 没有遵守这些规定的话 那我们大家都少赚一点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不能不说 Daily Wire真的就是抵抗政府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利器 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就是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赚了这么多钱 他们才可以去跟政府做抵抗 像那个时候 拜登政府规定说 我们全部都要打Vaccine 然后你如果说你的公司超过多少人的话 然后你的公司没有Vaccine mandate的话 你就不可以开公司 那Daily Wire就是准备好这么多钱 要来去跟政府一直打到这个Supreme Court 最后还赢了很短的时间 也没有弄到很长 但是就是要有这个样子的财力 你才可以跟政府来去做一个对抗 那Steven Crowley 其实是 是一个很梦想主义 我可以了解他们两个不同的观点 因为两个其实都想要改变现在的文化 跟现在的价值观 只是两个人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 两个人做事的方式完全不同的 Steven Crowley是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建立起来 然后我们应该要建立起来一个庞大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在这个左派的体制下面苟且偷生 那Daily Wire是觉得说 我们要在这个体制下面 然后我们慢慢改变这个体制 然后最后掌控这个体制 然后来去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体制已经建立好了 就像我们之前做那个7.3的那个影片 很多人觉得说 7.3的话 你就是要在这个7.3里面做同样的规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不要跟任何人妥协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7.3里面 我们还是要做自己 还是要坚守真理 就是这两个想法在对抗吧我觉得 那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像说 我知道我们刚刚讨论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Stand上面是有 蛮多不同的 你觉得Daily Wire为什么做的比较对?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公司好像就是你以盈利为目的 这件事就是可耻的 但其实并不可耻 就是公司它的目的就是赚钱 如果我叫你Steven Crowder来 对吧 我给你四年开价五千万 那是因为你能挣钱 如果你要是一个赔钱的 就是你根本就不值得我给你这些钱 你觉得Daily Wire会叫他来吗? 不会啊就像我们开公司 我们希望的员工是来了 能给我们赚钱是给我们带来收益的 如果你来了成天找事 啥活也不干 我又不是你爸你妈 我为什么要养你 就是我为什么要养一个 啥也不能干还让我们赔钱的人 那公司大家都要吃饭呢 我不能说因为咱俩是朋友 哪怕咱俩是十年的朋友 我公司也不能养一个啥也不干的人 对吧 所以公司的目的就是说 你名声也够大 我们名声也够大 咱就属于啥呢?强强联合 我四年给你五千万 你也一点不亏 根据Steven Crowder这个人来讲 就是说我看他的表现 我觉得他是比较不成熟 而且他是很骄傲很自傲的这样一个人 就他会觉得说他自己很厉害 然后他会觉得他自己很正义 但是事实就是 公司要你就是希望你能够赚钱 你哪怕说你不赚钱 你最起码别赔钱的 你知道吧 你打个平手 你最起码把我给你开出一个工资 你一分钱别赚 你让我不要有损失 我觉得这个是最低最低的底线 那你说公司给他开出这些条款 合理不合理 第一个不合理他可以自己去说不合理 对吧 就是这个是沟通的问题嘛 那你要是不同意 你就说啊 我是挺想跟你们合作 但是你出这个东西我不同意 那咱们中间你看是不是能协调 你不管是钱的方面也好 或者条款方面 这都是可以谈的呀 对吧 我看肯德特文他也说了 他说他当时跟那个daily外去谈 好几个月 几个律师在中间弄来弄去 好几个月才把这个给弄好 所以这不是说像我们 比如说要去公司应聘 特别简单 你是像我们 没有什么资本去跟人家谈对吧 咱也这边也不需要出律师 哪天咱要是去上班 公司说雇你 你就你同不同意就完了 你就说哎 公司可不可以加钱 你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律师出现的吧 我们自己跟人家说 可不可以稍微再高一点 对吧就这样 那他们那种情况就 比较有名的人 又比较有影响力 他们可能就这些东西 稍微复杂一点 那第一个就是 你愿不愿意跟人家谈 那如果他说不愿意谈 那这个事不就很简单吗 就是那就再见 就你公司的理念 跟我不符合 那我不愿意跟你们合作 就完了 其实这个事就非常简单 就是他根本不需要 把这个事弄成一个 一个闹剧 就我们也看了 最近这天 根本就没什么新闻 我们还指着 这帮人出新闻 就在网上互骂 他们就在这边吵架 就是今天我骂 然后这边马上出一个 一个小时的视频 说不对 我们这个合约是这样 大家来评评理 看我们说的谁对 然后保守派 别人也不干啥了 别人也说 那我们今天就来点评吧 看看这两个人 到底谁对谁错 所以就是这个事 其实特别难看 就是你让左派看了 人家笑不笑话你 对吧 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人 如果他们的前进的方向 还有思想 就是支持的这些东西 没有触及到底线 就不算事 我觉得就不算事 就各个各个就好 就各个各个就好 你不能接受 或者你嫌人家 钱给你少也好 或者你嫌怎么 说实话 Steven Crowder没有必要坏他们 对吧 就是你干嘛要公布 完了好像显得你自己特正义 然后你就说人不对 人家也没干啥坏事 说白了 那就是公司的条款 你能不能接受 能接受咱就接着谈 你不能接受那也没办法 因为你说实话 公司从哪来钱 你像媒体公司 广告嘛 对吧 那你说他把你这个东西 放上YouTube的平台 他指不指 YouTube收这个广告钱 你咱别说别的 你别说那个 你正义不正义 就是你要不要吧 那个钱 他肯定要啊 对吧 你一级播放量那么高 你订阅数那么高 他要不要那个钱 他肯定要啊 人家打赏的钱 要不要他肯定要啊 你这个钱 如果没了 比如说我今天 Steven Crowder 我就在DailyWare下面 我今天就必须要讲 YouTube不让我讲的东西 比如我今天 我就要讲新冠疫苗 多少人打了 疫苗死了多少人 我今天就必须要讲这个 我就知道YouTube 肯定得给我黄标 但是我还要讲 那你讲啊 如果你要是觉得说 这一集的节目 值得你去少赚一点钱 或者这一集节目 你愿意去发出 这样一个信息 但是你钱就不愿意拿 那你就做 那DailyWare也说了 没啥不得 钱的事嘛 因为你这一集 有不了收益 那没有收益就没有收益嘛 你该做就还做嘛 不是要吗 但是我觉得Steven Crowder 最主要他讲出来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保护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 就是每一个保守派的平台 包括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不要为了 这么大一笔钱 然后而放弃了自己 言论的这个自由 因为说实在的 你说Steven Crowder缺钱嘛 他其实还蛮有钱的 然后他也不缺这个钱 很多的人会因为这个样子 而为了这样子的钱 然后跟DailyWire签约 如果今天DailyWire说 OK好 那我们就给你 一年十万吧 OK好 Ethan跟Felicia 你们这个团队 就给你们丢了十万给你们 你们两个人一人分五万 对不对 这样很好了嘛 那 等于说 这样子我们两个是 很OK的 但是 我们的Channel就没办法成长 因为他这个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钱给你的时候 四年你都只能拿这样子的钱 你的成长会停在那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现在有非常多的其他平台 Rumbo 然后现在Steven Crowder 每天在Rumbo播的直播 已经比YouTube还要高了 然后他也是可以接广告 也是有其他收入的办法 因为现在如果说 Steven Crowder加入DailyWire 那大家就是要付两个钱了 一个是在Mud Club里面 然后一个是在DailyWire上面 那这个样子的话 就变成Mud Club跟DailyWire 里面合在一起了 对不对 那大家就可以说 我这个都可以看 这个可以看 那四年结束之后 Steven Crowder脱离出来 Mud Club里面的人 还是在DailyWire里面 他等于要重新建立一个平台 就他自己本来的知识者 Apple 去变成了DailyWire的知识者 对 那大家只要就是 看过的习惯就是 我最好就是你们全部都一起合作 然后我只要付一个月费 然后要怎样你们自己去分就好了 但这东西是很难分得清楚的 像说如果说 Steven Crowder 带进去的view是百分之六十 然后MicroNone只有百分之十五 那你要怎么样去design 你是要看Click吗 还是你是要看 有没有广告 然后广告收入 看什么样的公司去接这些广告之类的 等于说就是这个deal 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对啊 对但是DailyWire就出了一个offer 然后是把一切东西 全部都是往DailyWire的这个利益在那边靠拢 所以说我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Steven Crowder 我不是帮你当朋友吗 你怎么还会这个样子对我 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如果我要是DailyWire 那我出的条款肯定也是都对我有利啊 所以这才需要negotiate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again 如果要是说Steven Crowder 他考虑了很多 比如说考虑到四年以后的问题 或者什么成长率等等等等 或者是钱的分配的问题 你觉得不划算你就不合作 就说白了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要是觉得说 DailyWire他是个大骗子 他是保守派理大骗子 我倒是不觉得 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很有问题了 我从来不觉得说DailyWire是个大骗子 就那些主持人也都蛮好的 他们每天做节目 他们走过大骗子你知道吧 就是你这个事不能随便往人身上去泼脏水 就好像保守派里面 你不能随便说谁谁谁就是Rhyno 你最起码都有点证据吧 他说他们是Bitcoin的原因 是因为DailyWire等于是在帮着YouTube 帮着这些帮Google 帮着这些左派的公司扩大他们的营运 问题就是这里面有个钱的事嘛 你说白了吗 那公司需要金钱 那你如果要是讲了那公司愿意跟你一起赔偿 你是否愿意接受 你要是愿意接受 公司也没说说你就是一个赔你就赔到死 我就不管你了 实际上你随便讲那个东西 这集就一分钱都没有啊 也不是这样啊 扣钱会扣110% 那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嘛 我觉得还是你同不同意的问题 那如果你要是觉得这公司就有问题 那你就自己去开啊 对吧 你如果要说保守派这边风气不好啊 或者是我觉得这个运营的模式就不应该是这样 那你自己去开啊 对吧 你像我们就不会去接受说有个公司要去掌控我们这种 我们就不可能去接受这种东西嘛 对吧 那我们不接受的话 我们也不会到处跟人发牢骚说哎 我们走不走地了 然后我们做一集影片 还跟人去录音 人家说啥了 我都给博水 就不能干这种事嘛 因为你如果要是在做生意方面的想法不同的话 那就不同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走的大方向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矛盾 只不过就是Steven Crowder 他对别人的要求太高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要求转化到自己的身上 你可以对自己的要求高 但是你没有任何资格对别人的要求高 因为他们做的也挺好的呀 这里面也不是坏人 他们做的就是挺好的呀 那你又不是CEO 你也在里头没股份 你凭啥对人家公司指指点点说 我就觉得你们公司应该这样做 你们不这样做 你们就是大骗子 这我觉得这帽子扣有点太大了 你说精途随便说 谁是谁 你不怎么怎么样 你就是法利赛人 你说的话让我听了不爽 你就是法利赛人 又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保守派公司需不需要有钱 太重要了 对吧 你没钱 你怎么跟国家打官司 你没钱 你怎么跟政府打官司 你没钱的话 你去哪顾那么多律师 你把那个东西一下打到最高法院上面 就是当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一百个Steven Crowder 你都没人家一个dailyware有钱 你有钱请律师吗 你看到左派在那特别嚣张的时候 干那些特别非法的事情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办 你就上节目说一说 谴责谴责就完了 人家那时候是真能拿出律师 人有钱 人家是真干点正经事的 真干点实际的事的 那如果要是作为他来讲 你说你们都挺好 但是我就对你们这块不满意 那你就离他们远一点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这样一闹的话 就让人感觉到他的确是就是满脸褶子 但是整个人充满了幼稚的气息 就是总的来讲处理这些事情 其实并不是很成熟了我觉得 那通过这个我真的是有大量的自己反省 因为我看的时候我也就发现就是 我常跟Steven Crowder一样 就是很意气用事 然后很冲 就说我就是不妥协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那个怎样怎样 我就是要讲 那个过年的时候我还 转简讯给周牧师 就说什么 真对不起啊 我就是太冲了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妥协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没钱就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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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是为什么我们AI News 这么缺乏资金的原因 而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原则是不可以被践踏的 我也是像你觉得一样 就是Steven Crowder 他可以自己开一间公司 然后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 只是他有没有这个能爱 他想不想要开一间这个样子的一个媒体公司 因为当你变成一个媒体公司的时候 你就不是只是每天做节目了 还要manage别人的节目 然后你还要manage别人这个 他的东西会扩大的很多 那他有没有这个能耐 然后别人会不会有一堆的人想要利用他的这个钱 利用他这个平台 然后只是为了那个boost up 点阅率而已 这个东西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他可能就变成一个公司 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在赚钱 然后其他养一堆废物在这个里面 我可以完全了解dailywire的这个想法跟出发点 他们觉得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算不公平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但是真理我们不可以妥协 他们等于一个是改革派 一个是革命派的感觉 一个就是我就是不要跟你们左派做这个 我就是在rumble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要把rumble建立起来 然后把rumble变成一个平台 然后让我们保守派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面 那这又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东西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非常分裂了 美国现在的处境 还有美国现在这个政治的这个对立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 连男生跟女生对立都这么严重 所以就是两个性别之下的对立 就本来是两个互相最感兴趣的群体 然后现在变得很对立 对 所以说我可以完全知道说他们这个对立在保守派里面造成的伤害 其实换句话说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根本就不希望说看到这种情况下 就是都挺好的 是吧 那个播新闻播的干嘛 因为钱的事 然后因为这些事说白了 就是说实话 就是这里没有任何触碰到原则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了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去谈的 就是要说那句话 就你同意就在一起 不同意就分开嘛 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涉及到妥协方面 我觉得基本用不上妥协这个词 因为妥协的话是你跟真理妥协 这里边没有涉及到什么真理问题 我们公司条款同意不同意 不同意你就自己去开公司嘛 你可以开一个你心目中的你理想的公司 你想要的文化是什么 你可以由你的公司来去带起来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太难了 就是根本不是说 我觉得Steven Crowder 把这个东西想的太简单 或者太过于简单化 就是他对Daily Wire的要求过于高 就是如果他真的到人家CEO的那个位置 有那么多选项可以给你选择吗 或者是你那个时候会看到 如何做利益会最大化 或者如何做 就是能做到最大的效果 能发挥最大效果吧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考量 他们考量的出发点大概会有些不一样 它是的确是比较理想型的 就我认为这样最好 但是很多时候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往往会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让你达不成说你理想化里面的那个样子 所以如果他现在自己去开了一个网站 他自己去开公司对吧 他也一定会面临很多重重的困难 甚至是很多当年Daily Wire 面临过同样的问题 他也都会面临到 那么他处理会如何处理 他是否能够处理的 比那个Bunch Apparel 比那个Daily Wire那些人要好 不见得 我觉得他是处理事情的方式 有点走得太极端 就除了这个的话 我觉得还有就是原则问题啊 这两间公司互相攻击的方式 其实都是很下山烂的 都不咋地啊 那Steven Crowder一开始 他公布了一个 non-disclosure 的一个 Term Sheet 就是不可以公开的一个条款 就已经讲不能公开了 然后你还给人家公开 然后只是把人家的那个名字 画掉而已 马上结果谁一看都就是Daily Wire 对 然后Daily Wire 看了之后呢 就是万一被别人挖出来说 这张是我的话多难看啊 所以说我就先出来说解释说 诶 这个就是 对 弄出来了之后 然后他在里面把一切东西 就是Steven Crowder所有的想法 说我们不能这个样做 我们保守派不能彼此打压 你这个样子会让保守派的声音越变越烧 你这样子的话会有更多的保守派的主持人 会burn out 各方面这些东西 他们全部都没有讲 就讲说就是钱啊 这个人就是爱钱啊 这个人就是钱 他就是贪心啊 怎样怎样 这个就是一个扣帽子 一个东西 因为很明显 Steven Crowder要的不只是钱 他们要的还是Daily Wire 你有这个能力 你可以去做一个榜样 这个公司这么大 这么成功 你可以做一个榜样 你还是可以赚钱 赚钱是好事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赚钱 然后呢我们可以想出来一个方法是 可以在不要打压保守派的情况下 一起赚钱的一个媒体公司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各方面分的这个东西 Steven Crowder第二个影片讲都很清楚 结果 Jeremy Boring就只是把说 你看这就是钱 然后最后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Steven Crowder只是为了要钱 然后Steven Crowder更那个的就是 他把人家录音录起来 然后在节目上播放 这就难看了 不是就是处心几率 你就证明你打那种电话就是故意的 对 而且这还是怎么在合约的几个月前 他就已经打了这通电话 然后在他发影片的一个月前 他12月的时候注册这个网站 Stop Bitcoin 就是他已经计划好了之后 然后才去做这个事情 那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解决方式 两边你说DailyWire有比较成熟吗 我觉得其实还好 不是因为这样一看你知道啥吗 就是人到最后基本上只会把整个事情 按照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理解 也就是说你说那个Jeremy接完他电话之后 或者跟他那个发现他发了影片之后 他或许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这人说了半天 什么保守派其实都是谎子 就是他想要的就是钱 就是因为他在钱的上面不同意 所以他说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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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那谁呢就到了这边呢 他就说哎你们怎么怎么地 你们才是为了钱 然后我是为了什么什么整个保守派的一个 什么什么大展宏图 还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会变成这个样 每个人咋说呢 公说公有理 婆说不有理 各说各话吧 其实一到了吵架的时候 好像是真这样 就你别管说谁吵架 大概都会变成这样的理解 就是我认为的他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那个人就说我认为他是这个意思 其实很有可能双方都误解 这个就是在吵架里面 一个非常产生误解的一个源头之一吧 就是我觉得他是这样说 然后那个人说我觉得他是这样说 其实双方很有可能都理解错了 然后就造成一个好像短时间之内很难化解的矛盾 这个不只是 Steven Crowder跟Jeremy Boring这件事 我们印象中的我们认识的这些什么 我讲台湾的例子好了 就跟小甜甜跟宋一鸣这次的事情一样 就是每个人都在各说各话 然后每个人都在帮互相扣帽子 然后没有一个人是理性的 对就好像说你很难有一个非常正常的立场去叙述 整个事情是怎么样 就是每个人好像尽量说 我尽量说一个公平的角度 但是说出来还是他自己认为的那个版本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只要听了两边 你想说他们说的是一件事吗 就有这种感觉对吧 总而言之 透过这个事情 我们真的要看到就是 我们一定要自己起来强壮 我们一定要自己起来维护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基督徒要起来创业 我们不要说什么 我只要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工作环境下面就OK了 你可以起来创业 你可以起来去做很多事情 神call in 你可以去做很多你觉得是对的事情 然后遇到不对的事情 或是你不同意的事情 那就不要去就是勉强 你不要压迫自己 一定要去在一个你不喜欢的环境下面工作 那唯一的这个方式 唯一不被威胁的方式 就是掌握自己的财富 把自己变得强壮 不用担心有一天你自己会被威胁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鼓励所有的基督徒来创业 然后来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然后来去为自己的自由 为自己的生命来追求幸福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公司里面上班 就是雇员呢 大部分的雇员都是觉得公司是不公平的 包括像Steven Crowder也是 对吧 他觉得到他拿到这个条款 他觉得不公平 或者是他某一天他接受了他当时认为的条款 但是他进了deliver之后 他还是觉得说公司怎么那么坏啊 怎么对我不公平啊 我做了这么多 我当就做哪 我或许应该获得的更多 或者你们应该给我更多资源 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所以就是唯一一个消除这种自己被打压的 或者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施展拳脚的这种唯一的方式 就是你自己去开公司 你自己当老板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创业 然后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创一个你认为理想型的公司 你就不会被任何人束缚 本来就是这么你在人家手里的打工 你就是得听人家的 人家付你钱就是叫你来听他的 对 我付你钱就是让你来做我让你做的事 你不能说我给你钱完了你 他这是今天我上阵子东打一耙西打一耗 那不行了对吧 所以就是不想被控制的 那你就是自己要有头脑要有能耐 然后看看我是不是能够自己创业 自己去做点什么小本买卖 我们以前学校门口卖土豆丝饼上大学的时候 那都是复习 人家想来就来 人不想来就不来 对吧 搞得我今天有饼吃明天没饼吃 为啥 来不来那两口自己说了算的 对吧 人家自己推的车 今天说我想卖我就来了 我们也不想卖我就不来 所以这个是很自由的 你上班有人 你觉得说被压阁也好被控制也好 自己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说在没有实际冲突 没有威胁到任何真理的前提之下 如果要是人跟人的性格出不来 或者有些问题出来 那就不要互相伤害 就离远一点就完了 就是合一的这个定义 我们基督教很爱讲合一 合一有的时候定义就是 我们思想上合一 但是我们做事方式不一样 那我们就是一起去朝这个方向走就好 你不用说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全部在一起 然后全部听一个人的 那个就叫做独裁 那就不叫合一了 对因为其实真的做不到 如果你要是让每个人的想法都说出来的话 他不可能所有的事都同意 好像不可能的 那这次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真的是看到就是 我们真的要变得很强壮 然后我们真的要建立我们的这个社群 然后我们真的要建立这个频道 不然我们有意就很容易就是一定要听别人的 所以说请各位加入我们的会员 然后来支持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有一天可以 不管是跟DailyWire一样 还是跟Steven Crowder一样 就是有这个能力 我们可以来帮助其他的人 来一起创业 然后来一起得到自由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 所以说请各位加入我们的会员 然后呢 我们加入会员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discord 加入会员呢 还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专属discord的群组 如果你要是Coffee上面 那个来支持帮助我们的会员呢 你可以登录到Coffee的网站 先登录你自己的账号啊 然后登录了之后 你从上面你来看我们AI news 爱报导的这样一个账户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秘密的 一个机密的 这样一个教你如何进入到我们discord 群组的这样一个秘密的链接哈 如果呢 你要是从PayPal方面来帮助我们的朋友呢 欢迎啊 给我们来发email 因为我们email早都已经发出去了 有的人可能没收到 有的人可能没看到 没有关系 只要你是通过PayPal来资助我们的朋友 欢迎啊 来给我们发这样一个email 然后我们就会把会员的秘密专属链接 通过email的方式来发给你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追这一场保守派的闹剧啊 这位朋友 这查不死犯不想 追了好几天了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一集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你有没有在追这个 或者是你看完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你的看法 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